采访也是说非常的时尚啊 说觉得可能自己昨天连输了比赛 可能直通的气味不大了 然后反而打开了 对对对 反而这个状态就是撒开了打了 没有负担了 这个球衣和球裤的配色很稀有啊 这是黄色配灰色 对所以创新的一种 对就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平时这个上衣和这个球裤的颜色 会选择让它有对比度一点 比如可能上身红色下身配这种黑色 深蓝色或者有的配白色还有对比度 这个配色很特别 非常的吸睛啊 我们在现场看也觉得是 非常什么吸睛 就是吸引目光 眼睛是吧 对吸引眼球吧 现在全是网络用 对我们确实得学一学 好 对 网络知道可以多直播 多直播 网友就告诉你这些词了 啊 先减肥吧他 不减肥不能直播呗 对 我直播减肥不行吗 那肯定火 绝对火 加油 你是最瘦的 绝对火 你的比例是最好的 不是说你是最瘦的 咱们横着排 咱们横着排 看角度问题 小胖的短球 其实我觉得那个 其实我觉得那个 徐晨浩 那个那个小胖 对我觉得他这个前三板技术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细 对 威胁不是很大 但是挺细的 对 不会数不多 因为这个徐晨浩啊 他现在是在 八一队 八一队 对 但他是辅顺人 跟我是一个地方的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他 但是多少年以后 多少年没见 突然间出现 我的天哪 这这这么大 这么高 这么壮 腐顺 腐顺 乒乓球 我觉得还是出了很多人才 出了很多杰出的人啊 刘诗文啊 最主要你的代表 你谁杨的哈 广东扇腿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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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晨浩这次其实打得也是不错 嗯 现在的 因为这是第一场 第一场在这 在这档台的转播吧 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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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午不是赢了鸡科吗 对 对对对 还是挺有拼劲的哈 对 对 挺有激情 是一个年轻运动员 我觉得激情 真的是非常重要 即成门的人 会一直在一直在各样 Coast 收入 找 调 好 摩訤 下面终于出ớel criptive Bio 结果 对 范艺人不如范艺队 是吗 其实徐晨浩 包括像樊振东 他们正手短 相对来讲进攻的威胁没有什么 但就是稳定性上会 樊振东应该更好一点 但他俩的反手都是比较强势的 连都往这边给 谁也不敢给到右腕台 就是他们的右腕台 就是自己的左腕台 到反手这边都敢发力 一到中央转圈轻轻的碰 范艺儿对自己的反手更有信心 对 确实也很好 反手这边 另外一张球台是广东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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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熟了 太熟了 一起手知道球在哪儿了 小胖先拿到了第一季的局点 对 对 这样的话 这个小岛登场的时候 看他们会不会把这个 这个条幅突然一下翻过来 我估计你看到的画面是 马林举的刘士文 坐在上边了 有可能 好期待哦 用那个LED然后不断的去滚动波 哎 小胖也是尽量在克服他这个脚伤啊 给他带来这些不利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大循环 第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和第四天是最能考验 最累的时候 所以明天大家才能看出来这个运动员的这种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 对对对 从王南角来说你原来你打直通也基本上都能打出来吧 对 但是 真的我个昨天我还在说 确实是对那比赛非常非常难 你必须要全力以赴你还不一定能打进去 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 那个明后天的比赛对运动员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谁能坚持 这两天 后边我觉得很轻松 如果有的人最后觉得精力也不行 调动自己的能力也没有 我觉得第四天第五天基本就很崩溃了 尤其可能比如说到了最后一天 还有两三轴比赛 然后有几个人都有机会同分 或者比如说差别不大的时候 可能这个想法会更多一些 刚刚王南说这个第三天第四天 比较关键 还有一个更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你第三第四天一打完 从这次的比赛塞子来讲 还有最后一天就第五天的比赛应该是 我已经输了四场五场了 肯定就没机会了 所以就基本上就掉队了 因为这次是每次直通一个人嘛 所以他只有第一 但是他有的可能三四天打完以后 可能最后竞争就剩那么两 结果三个人左右了 范围越来越缩小 所以这种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对 樊仁东其实从 这几场感觉就比上午要打得要好 他说了 他今天说了 刚才采访的时候说了 他说就是从昨天一上来呢 就觉得有点紧张 然后今天一看呢 就觉得输了几场以后 释放了一下 对 哇 你看这反手强势吧 全是反手 因为这个徐晨浩 我觉得从心理上 对小胖可能不是很惧怕 对对对 太熟了哈 天天在一起练 大家都球路非常熟 嗯 发街发这些东西 都没有什么秘密 对 我刚才在咱们这个直播留言的 赞幕里看到有粉丝问说 大翻是不是今年只有22岁 大翻 对我查了一下 是 是 是 他95年的 看起来就是稍微成熟一点 像21点是吧 成熟一点啊 好像很沉稳的那种感觉 不止咱们感受到了 那弹幕里也在吐槽 说大翻这身配色 有没有分散对手注意力的这种功效 有啊 那下回应应该能够隔多一点吧 隔的军团啊 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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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其实他是条纹 隔的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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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因为有的时候 足球里面那个门将他们会特意会穿的会比较花哨一点 然后呢 球员在盛门的时候他可能会有点分散 这个盛门的球员的注意力 会有一点 但现在大家都穿的比较简单 以前呢 他们就会穿的有很花的很夸张的牛也有 所以 这个 反正很抢眼 没有 其实说明他这徐存浩 没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搭配上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比赛上 随便从柜子里拿两件 穿上就出去了 还是很专注的 今天一看这个 这个凡尊冬准备的还是很细 对徐存浩的这个比赛里 准备的还是非常细的 前三板还是 徐存浩的激情没有释放 对 可能 你看一直围绕着这个徐存浩的徐存浩的徐存浩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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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尾短相对来点比较粗糙 他就是 对 他的漏洞一明显 我觉得就很吃亏 人家抓的太扯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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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eurs 上午咱们直播的时候解说的时候 然后就感觉他 我记得我还说过 他脚上明显感觉不太敢发力 没错 年轻啊 恢复得快 真快 那是恢复得真快 哦 这样的话 11比5 小胖再拿一分 和震东是以2比0战胜了徐轩浩 在今年取得了连胜 对 其实小胖还是有机会 后面全胜的话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现在刚输两场嘛 但是他和许熙 马龙都没有打 嗯